台湾这座品种的改良一直是台湾唐叶研究所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本省光复到现在已经先后育成了39个品种 目前本省各浙区沙斜的甘蔗也是以台唐研究所育成的F这种最多 占了92%以上 其中主要的品种是F146、F160、F164、F167、F170、F172以及F173 甘蔗的育种方法跟其他农作物一样 都是以传统的杂胶选种为主 联合既有的遗传变化育成新的品种 而以突变育种为补 至于育种的程序 从杂胶、育苗到选拔繁殖 重要病害的测病 产量比较试验 区域适应性试验 市众、示范和推广等 都一一的进行研究改善的工作 只是甘蔗的生育时间比较长 少着一年多着16个月到18个月 所以台塘研究所一直在努力地寻求缩短育种的时间 和容易达成适地适种的目标 台湾的这座环境非常的复杂 有红土山地、滨海沿芬地、看天田、平积沙土、肥地、磁利地 以及花莲冬季的多余扫日照的地区 所以台塘研究所采取了分区选种的制度 离近9个这座选种区 近年来在这个制度下 先后育成F170适合实力地 F172适合山地及沙地 F173适合花莲这区 台塘研究所最近预称 具有希望推广的优良新品种 还有60980适合滨海沿芬地 沙土、抗风、耐沿 产藏量高 641386适合中上地域的土壤、沙土 产藏量高、适应性比较广